百萬機車主人車一箱 就是置物箱的箱 警方聚焦這一箱 要提醒車主們當心釋竊 之前應該就不會放在車箱了 貴重物品的確不要留在置物箱內 只不過小偷一心要出手 車主們該如何防範 警方依照過往訓問小偷的經驗 統整出這項邏輯 十步機車一字排開 警方拍下這張照片要問問大家 猜猜看小偷會偷哪一台 新的東西的話它比較不好敲開 是真的 你如果太舊的話 一敲就開了 安全帽放在外面的機車 會比較容易招欠 可能失竊的哪種樣態警方提示 原來是第四 第六 與第九這三台機車 原因是安全帽外掛 我們之前查獲竊嫌主動供出來 怎麼去挑選說 他要下手的那個標的物是什麼 他就是以安全帽為標準 就是安全帽放外面 他的認為就是置物箱裡面 應該就是放包包 警方辦案的經驗用來提醒民眾 要防竊的 還有當你走進市場 忙著購物的時候 身手不是拿商品 而是伸進別人 側背的包包裡 你的包包一定要往前挪 一個一個很小的一個動作 你就可以防止自己 財務不會被爬竊 宣導防竊不只是喊喊口號 警方找案例翻出經驗值 苦口婆心統整出各種切案 發生的邏輯 就是要讓民眾能看在眼裡 聽盡耳力 記在腦裡 三立秀王子宇 張俊棟 台中採訪報導